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驍龙作为一款准三代飞机,部分性能还是二代半水平,凭借其良好的性能以及便宜的价格, 深受八方青睐,成为八空军的主力机型,这款中八联合搞的飞机在出口上会有多大市场呢?应该还是很有市场的,第三世界的国家空军建设都需要类似的机型,就让我来分析潜在市场,现在世界上装备最为广泛的是F-16这款三代机,驍龙与之相比,性能比较接近,而且根据八方使用两款飞机进行空战演练, 驍龙还多次胜出说明驍龙在这方面性能还要略强于F-16,与F-16一样,两者都可以适应多种用途,只是驍龙在机体上轻一些,在航程与载重方面都处于劣势,但满足一般任务需求都可以,而且相对于F-16而言,驍龙价格就便宜很多,更何况F-16已经停产,如果以后要买F-16可能就要找印度, 看看印度自己造的飞机纳追几率,你敢拿本国飞行员生命开玩笑吗? 所以广大亚非拉国家,装备不起F-16,就完全可以考虑驍龙这款飞机,而且我们的驍龙兼容性很强,不管是俄系武器还是美系或者欧系武器,我都有很好的兼容性, 比如一个国家一直用俄系的飞机,现在想换飞机了,以前还有大量俄系导弹没有使用,也没过期,买我们骁龙,装上也能打,如果你边上有一个不友好的国家,装备比较先进的三代机,买我们骁龙,对面买一架飞机的钱,你能买三架骁龙按指印度的买阵风,质量是可以弥补质量的不足的, 我虽然单架飞机打不过你,我三架飞机还玩不死你吗,而且我能比你更快形成规模优势,现在世界开始进入五代机时代,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飞机,依然停留在二代机层面,迫切需要更新换代,因为经济原因,选三代机要找好用经济的,就属我们骁龙,还有八方给我们打广告,而且量多还能送生产线,这么好的产品, 这么优秀质的服务,想不好卖走